那這條數呢,就在說 geven that x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然後呢,就要我們找一條這樣樣的 polyromial,它的數值是多少的 那麼我們看到這條數的人呢 當然,第一個,direct的approach 就是代這個x 那麼,載下去這個x的6次方 整條色,你看清楚一點 有6,5,4,3,2,1次方 那麼,但是這一種做法呢 我們一來,會涉及大量的計算 而二來,這一類大量的計算呢 往往都會很容易出錯 那麼,你看到這裡,又有減好 那麼,而這些coefficient,又是evational 那麼,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平常的做法呢 都不會直接代入去的 那麼,取而代之呢 那麼,一來這裡有這個hints 那麼,我們一般都會嘗試 嘗試,可不可以把這個hints扭扭零零 看看它可不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 新的perspective 去tackle這條問題的 那麼,尤其是 尤其是,你看到最有用的地方呢 就是一般來說 例如,它given deck這個x呢 它是一來一次方 對不對 那麼,這些6,5,4次方呢 就是,這一條polynomial 它會涉及到一些高次方程 那麼,given deck一個x是一次方 那麼,然後,這條polynomial 涉及到高次方程的話呢 一般都會嘗試採取這一種approach的 那麼,就一起來看看吧 那麼,我們有的hints就是 x等於根好3-根好2 那麼,既然是這樣 我們調一調根好2過去 那麼,x加根好2呢 就是等於這個根好3了 那麼,如是者 我們兩邊平方了去 那麼,就可以踢走Word了 那麼,平方了之後 然後,我們會有x的平方 加2-根好2x 再加2 就等於3了 然後,將3調過去 那麼,所以呢 我們 就會有 x的平方 加2-根好2x 減1 等於0 OK 那麼,so far so good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這種是第一種approach 我剛才說過 那麼,第二種approach呢 我們 可以不踢根2過去的 那麼,取而代之就是踢根3過去的 那麼,就變成有 x-根好3 就等於-根好2 那麼,同樣道理 我們只需要兩邊square 這條色 然後,經過整理呢 我們就會得出 以下的這條色 就是 x的平方 減2-根好3x 再加1 等於0 那麼,我們現在一共呢 就有兩條色了 那麼,這兩條色可以怎樣用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一看這一條 整條很大條的polynomial 這一條是 x-6次方 加2-根好2x 那麼,有這一堆東西 那麼,我們先看看紅色的這一項 如果紅色這三個東西呢 我們 嗯,這麼巧 就可以有一個comment factor 可以被人抽 那麼,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看一看 紅色這三個東西 如果我們抽了一個x的四次方出來的話 裡面會有什麼呢 裡面就會有 x平方 加2-根好2x x-1 減1 那,如是者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下面的這個term 那麼 先選個顏色 對了 那麼,再看之後這三個term 之後這三個term 就是x三次 和x二次和x 那麼,這個term 是什麼呢 這三個term 一起看呢 我們剛好就可以抽個x出來的 裡面有 x的二次 減2-根好3x 再加2 那麼,然後這塊呢 最後最後一個孤虎伶丁的 加一個根2給他 那,這條數就是這樣了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化呢 那,因為呢 就看到 紅色間住這兩條線呢 就終於有用了 我們看一看 這一塊 x的平方 加2-根好2x 再減1 是什麼呢 那麼,這裡就已經有顯示了 這塊告訴你 整塊東西呢 就等於0的 那麼這塊就等於0了 沒有了 那麼,右手邊這一塊呢 就可以拋下來這一塊 x的二次方 減2-根好3x 但是這個呢 是加2的 那麼,我們看到 它加1呢 就等於0 那麼,比這個再多1呢 那麼,所以這裡整塊東西呢 就變成1了 那麼,所以turn out出來呢 結果呢 我們就會計到 這一塊東西 整塊東西 就等於1個x啦 x 加 根好2的 那麼,但是還沒做完的啊 這條數 記不記得x是什麼呢 嗯,我們看回x就是這一塊東西 那麼,既然是這樣 我們只需要代替下去 x是等於 根好3 減根好2 那麼這一塊東西 再加回 原本的這個根2 那這些東西 沒有了 那最終得出來的答案呢 就是剩下一個 根好3啦